我们来请教一下阿美老师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愿意一手扛起家人的债好了 OK OK 好来 我们今天的紫薇题目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愿意一手扛起家人债的紫薇命格 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很沉重 不是说等一下上榜的形象 就是你家里一定有债 它不是这个题目 它的概念是说 等一下进榜的前三名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可以愿意承接任务 承担责任 你不会逃避 也就是说等一下上榜的前三名 在过程当中是有满满爱的 就不管你是在付出 你是在做这件事情 或是你在跟家人做连结 你都想要把这些东西给承担下来 所以是一个不会逃避责任的前三名 那我们看的公位是命宫跟福德宫 所以两位来宾可以跟我们看到 你的命宫跟福德宫的位置 命宫跟福德宫 圣美姐是在左边 对不对 命宫跟福德宫 对 然后拉拉的是在左下角 对不对 然后福德宫上面 对 好 观众朋友帮我们看命宫跟福德宫 等一下以方上榜的时间 要帮你们解释一下 然后看一下来宾有没有上榜 如果来宾没有上榜 我会特别解释一下 你们可能在家人这块方面 你的连结跟心理想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名 来第三名是我们的天良这颗星象 天良这颗是天生的老人星 而这颗老人星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总是有一种成仙起后的感觉 我们说老人星的特质就是 我们说很像班杰明的奇幻女成 一出生感觉就特别的老成 所以天良可能在小学或果仲 我都觉得说 我觉得我有那个使命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 而天良又贵为我们叫父母心 所以在心态上面 天良如果在福德宫或命宫出现 都会解释说 天良的人在面对到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说 事情来了 我就做 做完了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天良其实有点傻的原因 是因为天良不会逃避责任 而你在命宫要做事 在福德宫要做我心里想 我觉得我绝对不要逃避 会觉得我如果放掉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好像怪怪的 所以天良的人 如果你家里比如说出现变故 或你家有这些状况 天良就会觉得说 好 那这时候身为我的价值就来了 所以天良有个很妙一点就是 如果众生都很苦 那我一定要变成那盏明灯 那被家人的话就变成这样了 家人就变成说 如果大家都倒了 那我一定要站在中间 屹立不搖 变成那根柱子 所以在天良里面 我们那个良有良柱的含义 所以看到 我要称在那边 所以我绝对要能够照顾身边所有人 属于这样的性格 所以像雅兰姐的福德宫是天良 就代表说 这是我的福法 对 她就是我一定要能够把她撑住 这种感觉 所以谁在天良旁边都非常舒服 你会发现天良会把身边人都照顾好 会有她的方式去扛下这些东西 刚刚都有吃饼干 有 有 OK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来第二名是我们的天府这一颗星 如果命宫跟福德宫有天府的 是吧 独龄跟命宫天府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是拉拉的福德宫是天府 夺准 来啊 圣雷是命宫天府 扛啊 扛啊 来啊我们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天府这颗星呢 就是一个所有星象里面最古板的星象 天府会古板 我所谓的古板概念就是 最一步一脚印 事情就是这样 我可以在外面做的 让别人都看到我 但是实际你要我做选择的时候 我很怕 比如说 这个东西 我没有把它稳定的踏实好 举例 我要付出一百块 我皮包里面一定要有一千块 我才愿意付出一百块 是真的 真的 天府是一个对于这些事情 非常小心翼翼的人 天府觉得任何事情的出去跟回来 都要有一个先有一个保障 所以天府是一个很保固自己的人 但是天府有个性格是 他放不下身边的人 所以如果家人是一个 有需要帮忙 或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能够跳出来说 我要把我自己顾好之外 我要让你们也在我的这个下面 他不会丢掉责任 他觉得你们就是 我必须要付出的对象 干爹 天府看似的 干爹会赌博 而且都不赢钱 你要照顾干爹 第三名不可能照顾第二名 我必须要说 这时候我们就要帮大家 去分一下命宫跟福德宫 像笃铃哥跟圣梅姐都是命宫 命宫天府人都是看似严肃 看似很古板 但内心其实有自己放不下的东西 天府人其实就觉得 我还是想要付出 我还是想把自己顾好 虽然看似把自己顾好 但其实我的顾好是包含了 身边人也不会因为我的关系 我想要拖累别人 因为天府有个心理想法就是 我绝对不要变成别人的妇人 我宁愿自己爬起来 自己变得好 但我不要变得像 好像要施舍别人 或是给别人那种感觉 他不喜欢 天府是属于这个性格 但如果天府在福德宫 所以就像拉拉的命盘 拉拉命盘是福德宫天府 而不是命宫天府 就代表说 他的内心其实非常传统 但是拉拉很特别是 他的命宫是破君 我们特别解释一下 拉拉是很反差的 因为福德宫的天府很传统 那命宫的破君是最叛逆的形象 所以他的命盘是非常特别 就是看起来非常叹逆 但是实际的内心非常传统 也就是说是一个做起来 敢做敢为 我不怕任何事情 但你只要突然 把他的前面那个面具给卸掉 人全部都弄走 你就会发现 拉拉瞬间会变成一个 很像一个贤心良母 我觉得就做这样就好了 然后破君在命盘上的性格 就会变成 拉拉上写的 其实他有时候没想那么多 反正做就对了 反正把这件事情 扛在身上就对了 活在当下就好了 这件事情完成就好了 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因为破君是一个 做一步 走一步 算一步 但是不想让自己后悔 所以做完就好了 是属于这个性格 然后想法里面 又有天府的想法 所以代表说 而且天府房间是有个连针 你看一下你的命盘 天府房间是有个连针 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连针 就代表说 心理想法是 如果这个责任 我不把它抓起来 我就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些什么 所以其实拉拉的内心里面 是有某方面的偏执感的 简单来说 拉拉命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命盘 但是是一个任何事情就觉得 好啦 简单看过 但是就做 做了就觉得一切都好的这种形象这样 就是他命盘上面的呈现 你爸爸一定前几世有烧好香 做好事 就是非常好命有这个女儿 但是我想想说 拉拉在命盘上面显示跟他爸爸的关系 其实有点又爱又恨 我说实话 就是其实他们两个有点扯在互相拉扯 拉拉其实觉得有爸爸这个角色 他才有活着的感觉 所以反而不是说他不推开爸爸 而他觉得说 在爸爸的这个动力跟这个诱因之下 他觉得说他能有个努力的目标 所以拉拉其实是一个变化商的险价 他是一个需要目标的人 也就是他是一个标准劳碌鸣格 就是如果我没有前面这个事情的话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往哪里冲 所以他现在把自己当作说 我一定每个月都要有这样的收入 我才有可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的这种感觉 所以拉拉其实是一个 会让人看命盘觉得 其实有点心疼的女生 其实是这个样子 在女儿上面来讲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 来第一名是我们的紫威这颗形象 两位来宾 好嘎嘞 都没有 第一名欸 来来来 第一名 来我们特别要讲到第一名 所有里面呢 在命盘上我们是紫威斗树 所以紫威这颗形象 是所有里面最稳定的 绝对不逃避责任 甚至可以把所有的劣势 转成优势的性格 就是属于紫威这颗形象 我以为当劣势 对对对 所以把不好的东西都转成正好的 因为紫威的性格比较偏向 我一呼百诺 我一个人要扛起所有事情 所以不管我再苦 我都要让别人看到 我最好的一面 所以如果你的命 功夫的功夫紫威 你会发现 佳人这件事情永远是你一辈子 完全无法逃离的过程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 诶 那我们上榜的前三名 是不是都很辛苦啊 就感觉好像我们就必定要做到这些事情 但必须说这三颗形象 在紫威的意象里面 也因为这样的作为 他们在过程当中 会得到非常多贵人的小事 也就是说其实命盘是公平的 不是说他们三个不会逃啊 所以不会逃最可怜 其实不是 因为你会发现这三颗形象 在过程里面 会一直默默别人说 诶 你做到这些事情 那我愿意帮你 你有这个理念我愿意帮你 你知道人只要一直坚持一件事情 旁边的人就像比如说 拉拉是他妈妈 或者是他旁边的人就说 诶 我可以帮助你什么 甚至是连同学都说 诶 你把他不好啦 就所有人都看到 他都觉得 你怎么这么简单跟单纯 所以这些形象都是 所以上榜的观众朋友 不要觉得 好像上榜很辛苦 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看 你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你们学到的经验 跟你们心理的素质 远远会强过于其他形象 这样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